中国一贯坚定支持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防务安全机制 积极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各项合作 6月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视频会议 近期中国军队派代表先后参加了 该机制下的反恐专家组和海上安全专家组视频会议 与柬埔寨举行扫雷专家组主席国工作磋商 在这些活动中中方代表积极建言宪策 分享交流经验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受到各方广泛认同 达到了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目的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中国军队将继续积极参与东盟有关防务安全合作机制 各层级各领域合作 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